動森友會是一款內容豐富療癒心情的遊戲 你不要看他風格可愛 以為玩起來就很簡單 其實裡面有很多的細節 如果注意到的話 就不會像我一樣走了好多冤枉路 對,沒錯 大家好,我是卡丹 歡迎來到水果冰攤頻道 這個系列會分享一些 新手需要知道的小知識 讓你們在動森的世界中 能夠更順遂的遊玩哦 首先第一件事情要講的就是敲石頭 這是我玩到後期觀眾告訴我的方法 每座島上只會有固定式顆石頭會產礦 當島上的石頭被產值敲擊的第一下 會有限時10秒的時間能夠出產物資 那要如何在有限的生產時間內 多敲幾下石頭呢? 畢竟在敲石頭的過程中 人物會往後仰 當時我還以為一顆石頭 最多只能生產3到4個物資 前期在收集的時候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在遊戲初期 只有斧頭這類工具能使用 當斧頭壞掉又沒石頭可用時 我都要等到隔天石頭重置 超可憐的撿取旁邊的水石塊來做工具 敲擊石頭 才能繼續製作斧頭完成砍樹收集木材的內容 那麼我們要怎麼挖呢? 剛才有說到敲擊石頭當下人會往後仰嘛 先挑一個敲石頭的好位置 在我們的人物後方 挖3個洞 這樣就可以形成一個阻礙物 避免我們的人物往後仰 除去人物往後仰的CP時間 就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挖取更多的物資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小知識 你們都學會了嗎? 往後我會持續拍攝這類影片跟大家分享有關動森的消息喔 如果各位有關於動物森友會的問題也歡迎在留言區詢問 我可能也會拍攝成教學影片跟大家分享啦 對了這裡宣傳一下 我每個禮拜二到禮拜五晚上六點會固定在YouTube的平台做遊戲實況直播喔 如果剛好有空的話可以來我這邊晃晃啦 對啦 拜託拜託 快來快來 對 好 另外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想繼續追蹤的話可以點個讚 或是訂閱敲鈴鐺叮 這樣就可以準時收看往後我頻道最新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